台湾手子化问题日益严峻 根据内政部统计 从2020年起 台湾已经连续四年生不如死 换句话说 就是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 而且两者差距持续扩大 手子化浪潮也冲击到国内的医疗体系 儿科 妇产科前景不在 导致人力大量流失 以儿科专科医师为例 今年报考人数创下11年来新低 按照现行健保的支付制度 儿科几乎没有自备项目 难以提高收入 住院医师又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也是影响医师投入的因素之一 就连龙头台大医院 也必须招考三次才招满 专家忧心 五到十年之间 我国的妇科儿科可能会完全崩溃 未来儿童如果生重病 恐怕得要出国看医生 孕妇要生产 恐怕得引进东南亚医师帮忙结生 最近五年内好像妇产科少了好几百家 以家术来讲妇产科大概跟小儿科是前两名 就看是嫂子化少得比较快 还是妇产科医生少得比较快 可能十年十几年后 台湾的生病的小孩子都要去外国看医生 台湾没有这些人怎么办 他就当来都送到外国去了 会有这种情境可能会发生的事 希望不要发生 来到台北市的儿科诊所 处处可见可爱温馨的玩偶物质 我先听听打电话 同言同语细心地替孩童看诊 小儿科医师林应然担任儿科医师 超过四十个年头 开业多年挺过无数流感 疫情等等考验 神经百战的她 面对少子化冲击 依旧大喊吃不消 以前的小儿科医师真的很好 因为疾病多 没有什么预防针 所以门庭若市 现在有时候是门口何却 我们要看嘴巴了 很棒 嘴巴 好勇敢 接着就换我 我是喉咙 喉咙吞口水的时候才会觉得痛苦 看完生子 接下来一块阿嬷也要看诊 林应然的小儿科诊所 俨然变成了嘉义科 面对少子化浪潮 林应然坦言 这是大部分儿科诊所的生存之道 小孩子越来越少 我们所有的小儿科医师 如果他们在开业的 他们常常在说 他的病人 所有的病人 可能超过一半不是小孩子 都是大人 只有不到三成四成 是小孩子在看病 那你如果只看小儿科 很难生存 所以大部分的小儿科医师 事实上都像变嘉义科一样 他也在看大人 而且看大人 常常都比小孩子还多了 究竟少子化问题有多严重 谈开内政部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2023年出生人数仅仅13.5万 反观死亡人数则有20.5万 台湾已经连续四年 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 而且两者差距逐年扩大 二三十年前 我当住院是那个年代 大概台湾一年 还有生三十几万人 那之前是更多 那现在大概是打对折 还不够 还要再打折 现在去年就剩下13万五千 所以实际上需要被服务的人也是减少 那减少的情况下 有的诊所可能他过去一个月 可以生三十个五十个 那现在一个月可能生不到十个 生不到十个 其实他已经没有 那个收入可以维持 他因为他要请人 什么都需要成本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 他就是选择收起来 进一步分析 过去每逢五年 出生人口都是偏低 像是1998年 以及2010年 新生人数都来到低点 但是隔年兔年 出生人数就会明显回升 一直到了龙年来到高点 假如按照往例 2023年新生的兔宝宝 应该要比前一年的虎宝宝 来得更多 但没想到 2023年却不升反降 出生人口下滑到了 13万5571人 专家忧心 2024年迎接龙年新生人人数 恐怕不太乐观 过去都是龙年 那个虎年最低 但竟然兔年还破了 虎年的最低记录 龙年以前看起来都会比 大概是虎年的时候 比起来多十几二十%了至少 但是今次的龙年 看起来大概不太会有这个现象 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 新生人数下降 也连带影响医学院毕业生 投入儿科以及妇产科的医院 根据统计 近十年儿科住院医师 招收率逐年下滑 2014年到2020年间 招收率仍然维持在 93%到100% 但是2021年跌到了78% 2023年招收率仅剩73.07% 创下了11年来新低记录 就连龙头台大医院 也必须面临招考三次 才能够招足的窘境 台大在去年勉强 第二招到第三招的时候 其实有招满 然后今年到目前 二招大概招到一半而已 那我不晓得能够三招 能不能有机会把它招满 不过我想招不满 可能是未来的趋势 不过我必须要讲 这个是我有记忆以来 第一次台大招不满的一个情况 从过去的几破头 到如今的招收不足 年轻医师不愿投入儿科 以及妇产科 使得限制医师平均年龄越来越高 出现了高龄危机 因为近来年轻的人少 那年纪大的人 就是年纪还是一直往上加 所以平均年龄一直在增加 妇产科医师的平均职业 现在年龄是差不多57岁 57岁在一般涵药来讲 都快退休了 所以等于是平均在这里 你可以想到那个超过 60岁65岁的比例其实相当的高 不仅如此 专家也忧心 新秀人数不断下降 导致了产房营运入不敷出 妇产科诊所 已经陆续出现倒闭潮 台湾现在算起来 大概一对夫妻平均只有升0.8个多 那我们要维持人口 至少不要掉 你一对夫妻至少要升两个 那我们现在不但是 连一个都没有 除以二不够 还要再继续再打八折 所以可以预见未来的30年 那个人口会掉得很厉害 如果真的要维持一个产房 必须24小时能够接生 那护理人员也要三班 那医生也有时候必须要排班 或者是他半夜要来 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如果没有到达一个 接生的量 他可能这个产房就维持不下去了 假如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 专家忧心 儿科专业人才短缺 恐怕再过十年 台湾重症儿童就会面临 有病没人医的窘境 到时候恐怕只能够出国就医 而孕妇生子也必须引进外国医师 医病沟通将是一大挑战 假如做产科的人越来越少 那就真的会不够 那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就像台湾现在很多不只是医师 有可能引进外国 你看我们很多家庭照顾的 都需要找外劳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本劳太少不好找 或者相对费用比较贵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如果将来你到医院 你都必须要讲英文 那你的英文又不见得 能够充分的表达你的 那个的时候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个蛮大的问题 你喉嚨会不会痛痛 对啊 你照医生的东西 对 用力 打口去 资深儿科医师林盈然感慨地表示 过去内科 外科 小儿科以及副产科 几乎是所有医学院毕业生的首选 堪称台湾的四大科 没想到如今的四大科 却沦为四大皆空 公共卫生的改善 疾病减少了 少子化 小孩子减少了 那根本就 你俄科所能看的病就少了嘛 病人数也少 疾病类别也少 自然就衰落了 再加上看病那么烦 或急误一样 那何必要选俄科呢 以前大概都是四大科 其实还蛮容易招人 那现在到四大皆空的阶段 就是当然内科还有外科 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大概副产科最惨的时候 一年只有24个学生愿意做副产科 那以全国大概1500个医学生毕业来讲 大概是不到 差不多2%到3%之间 除了副产科面临生存危机 儿科诊所也有经营压力 第一线医事分析 儿科从问诊到打针 都需要护士协助 人力成本高 健保给付却没有比较多 加上儿科几乎没有自费项目 难以提高收入 以一般健保给付的诊查费 大约有三分之二都会回到一月端 真正给到医师身上的费用 只剩下三分之一 如果再加上少死化影响 从时间以及人力成本换算 儿科医师收入明显偏低 改善健保制度问题势在必行 健保制度介入之后 完蛋了 因为四大科呢 收入没有比较多 同样譬如说 他内外护科看一个病人 把全身都看完了 跟一个皮肤科 一下看一眼 整个还会一样 儿科最大的受害就是说 他很反复 他看一个病人很反复 小孩子不会合作 我有时候要听一个小孩子呼吸声音 我要跟他打一个针 我有时候好说歹说的 还要帮我 有人去抓他 我才有办法执行 但是收入一样 跟大人一样 所以当然没有人要选儿科 对此专家呼吁 除了奖励生育 增加新兴儿人数 健保给付制度的健全 才有机会吸引年轻医师 增加诱因 包括给付的制度上 应该要有一些配套 要每一科要能够稍微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这样子会比较好 他有热情 但是总不能说算起来 明显又比人家少 又比人家累 那真的就傻瓜才会来 不应该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政府给我们的一个资源就减少 反而应该要增加更多的资源 而且应该要让年轻的医师 能够晓得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少子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病人的来源 并没有变少 反而我们可以让这个儿童医疗 做得更精致 做得更好 少子化浪潮 席卷前台 新生人人数锐减 冲击到了儿科 以及妇产科的人力流失 专家示警 未来医疗量能崩溃 恐怕才是真正的国安危机